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是今天的主讲李亚俊 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是太极尺的练习 如果大家想观看更多教学内容或者与我联系 可以登陆功夫者官方网站 那么下面我们就开始吧 今天我们所讲的内容呢就是这个太极尺 网络上有买得到这个太极尺 它是太极田的一个辅助练习的工具 这个呢是我自己做的 我把这种竹筷子呢把它联合在一起 这样呢是可以用来增加弹性 同时呢还可以用来练习合径 太极前甲合径 更重要的呢就是这是一个这个增加我们看打击强度 还有就是健身的一个功技 因为它有弹性 超级在人身上呢不会造成顿气的手伤 在这里呢先跟大家普及一下中肌的知识 我们人体的经络呢分阴阳 阳经呢又分手三阳和竹三阳 那手三阳呢从头走手 走手的外侧手背这些 竹三阳呢同样也是这个从头走脚 一直做脚换背 从后面这些从侧面这些 手的三阳和竹的三阳呢 它都是很好的有保护作用 一般我们格打在格斗当中呢都是用这个你看小臂的外侧格打 用我们腿的这个颈骨这些来格打 这个呢在人体经络方面呢 它就形成自我保护了 但我们的这个阴经 比如说手三阴 从手走心肺 竹三阴从脚走这个胸腹 它是这些内侧 这些内侧呢它就很脆弱了血管啊神经都要相对丰富 所以一般我们在格斗当中呢很少会用到这个 而且这个东西呢 就是需要我们增强这个抗打击强度的 用这个呢它有弹性 一个敲打它不会形成伤害 所以呢一般来说呢 我就建议大家去做一个这个 然后呢培养一下我们的抗打击强度 首先呢说一下 敲击我们的这个碗口 敲击碗口 经常敲一下 这个呢可以强做到强心肺的效果 这跟经络跟血位有关 这里因为时间的关系呢就不说了 还有呢敲这个 走 尤其是这里面 经常敲一下 然后腋下 腋下 包括肋骨 这根呢可以增强我们的抗打击强度 这些都是我们身上相当薄弱的要害 用这样敲呢它不会形成这个顿气的损伤 而且呢它有弹性 再有一定自我按摩的效果 敲的呢注意不要敲的太用力 微微感觉到疼痛就可以了 微微感觉到疼痛就可以了 好然后同样的脚 脚踝顺地敲上来 膝盖的内侧 部阂 我记得 etwas 体测 武贲 弹性 航有 因为它起到一个自我按摩的效果 同时也能增强我们的看打击强度 在这里强调一下 用这个主要敲击阴钉 就是我们的内侧 手臂的内侧 大腿 脚的这些内侧 这些是我们的薄弱环节 而且敲击它可以增强我们的气血 这个效果是很好 比如说这里是敲击针 这个是三一胶 这是蟹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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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敲击这个有足无理 这些效果 它都很好的 这里的太阉 太阉蟹这些 包括这些手三阴的这些和蟹 都在里面 包括腋下 内侧 这些 敲击的有一个注意事项 就是一定不要太用力 微微的感到疼痛就可以了 这个可以慢慢的来敲 时间长一点 每天都可以敲击一下 像自我按摩似的 差不多三个月 我就感觉一个是气血 还有一个自己的看打击强度 就起来了 好 今天的课呢 就讲到这里 如果大家有疑问呢 可以登陆功夫者官方网站 和我联系 谢谢大家